最新农情调度显示,全国秋粮收获完成九成,全年粮食丰收已成定局。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1.3万亿斤以上,实现了粮食生产18年连续丰收。 全年粮食产量将再创历史新高,是今年粮食生产的突出亮点。 今年夏粮早到秋粮,全年三季粮食均实现增产。 其中夏粮产量增加59.3亿斤,达2916亿斤,再创历史新高。 早到产量增加14.5亿斤,达560亿斤,实现连续两年增产。 目前秋粮收获大头到手,增产已成定局。 今年我国粮食生产,克服了新冠肺炎,疫情,混乱,暴雨, 激单灾害天气等不利因素的影响,粮食获得了18年分。 这对于我们开新局,因病局,稳大局,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